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公益片 如果树知道 小莲是一名留守儿童 从小和腿脚不便的奶奶一起长大 父母打工在外 思念他们时 小莲就跑到一棵大树底下对着树洞说话 小莲每天都和同伴的小胖一起结伴回家 这天小胖应看完去摸鱼 小莲看着同学们都纷纷离开 就独自站上了梦想的讲台 假装老师 等尽兴回家时天一半黑 心情好的小莲唱着歌回家 在路上碰到了同村的陈大伯 陈大伯拿出了一支圆珠笔 哄骗小莲并性侵了她 回家后小莲变得沉默寡言 任凭奶奶怎么问也说不出实情 只是突然开始抗拒上学了 这时妈妈打来了一个电话 小莲告诉母亲她病了 却还是对母亲和奶奶隐瞒了真相 遭受了侵害的小莲性情大变 变得敏感怪力 支教老师发现了小莲的异常 跟踪小莲来到了大树下 得知了小莲的家庭情况 以为小莲是因为家庭原因性格大变 回家后的晚上 奶奶被尖叫声惊醒 奶奶看见小莲房间里有火光 进去以后 看见小莲正在烧纸 在奶奶的追问下 将被陈大伯侵害的事情告诉了奶奶 得知实情的奶奶与小莲抱头痛哭 莫了害怕丢人 更害怕小莲因此被人看不起的奶奶 嘱咐小莲此事不要对外声张 第二天担心小莲情况的老师 来到小莲家中家访 却被奶奶冷漠对待 心中不解的她跟踪小莲来到了树洞 看到了小莲塞在树洞里的纸条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心疼的流下了眼泪 而那边放学后 等不来小莲的奶奶出门寻找 找到她时 却看见了衣衫不整 再次被侵害的小莲 奶奶抱着小莲痛哭 因下决心要找程大伯谈谈 程大伯深知奶奶害怕小莲丢人 不会对外声张 更不会告她 随意地敷衍着奶奶 看着不但不知悔改 还有恃无恐的程大伯 无奈之下 奶奶下跪恳求程大伯放过小莲 程大伯表示 只要她不对外说 自己就放过小莲 得知小莲情况的老师 开始帮助小莲 并且告诉她 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抓住坏人 她护送放学的小莲回家 路上老师打电话给小莲的母亲 不成想 小莲的母亲也是那套迂腐的思想 叮嘱老师不要对外说 小莲和送她的老师回到家中 而奶奶看着这位不速之客 赶紧将她赶了出去 这天的上学路上 老师没等来小莲 她又一次哭着跑回家中 看着小莲凌乱的头发和弄脏的衣服 奶奶向食言的程大伯找去 带着一把菜刀 做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样子 可年迈又腿脚不变的奶奶 哪里是身强力壮的程大伯的对手 她被程大伯推倒在了地上 擦破了头 还被踩烂了拐杖 在家找不到奶奶的小莲 出来找她 看见倒在地上的奶奶 祖孙两人再一次抱头哭泣 这之后奶奶似乎意识到 不能再沉默下去 和小莲的老师一起带着小莲 去派出所报了警 故事的最后字幕交代 程大伯因侵犯多名12岁幼女 被判处死刑 结局终归是好的 坏人伏法 而在现实中 留守儿童的人数高达6100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里 有多少女孩独自上下学 又有多少女孩 也受到过圆珠笔的哄骗 被或生或熟的人侵害 我们不得而知 这其中的多数都选择 对遭受侵害的是三间其口 坏人继续逍遥法外 受伤的孩子 却要一辈子背负着伤疤活下去 说起童年 那是一场梦魇 一场无人可说的灰色记忆 在这里 衷心希望国家的法律 及普及程度 能够大到再没有人 敢对孩子伸出罪恶之手 从此往后 记忆里的蓝天从来没有阴霾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看到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